在一节呢我会介绍三种在本地可以实现Mr.TB模型推理的方案 我这个本地呢指的是我的MacBook MacBook如果你要想做推理 然后它需要安装很多的依赖 其中有一个比较难搞就是这个PyTouch 它的说明是CPU跟GPU优化的一个深度学习的张量库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太需要了解这个库 到底是怎么开发的它的功能以及怎么使用 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赖 但这个东西呢比较复杂 然后经常还有各种环境呀 或者说编译出的问题 而且呢它还有很多的不通用性 所以呢我们介绍的第一种方案就是这个LamaCPP 这个项目呢本来是用C和C++ 重新实现了这个Lama的一个架构的推理的代码 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那个PyTouch引入的复杂的依赖 而且呢它又提供了更广泛的硬件的支持 包括存的CPU的推理以及Apple M1到M3这种新的这种计算底层的架构 充分的去发挥对应的这种硬件的一个推理的加速 而且呢在现在的这种不断的发展之下 它已经支持非常多的相同的类似架构的这种开元大元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些模型全部都是支持的 其中呢也包括这个Mr.以及这个Mr.MOE 然后考虑这种网络问题 因为它要下载模型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一种编译的时间等等 所以我提前都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可以跟着我看这个中端的输出过下 这个把代码先克隆下来 然后进入到这个代码目录 接着编译 然后我加了一些额外的参数 就是让它尽量在一个静默的方式下 就是能不输出一些相关的info或者devile信息就不显示 所以它这个展示内容是比较少的 然后下面有一些warning其实也不太重要 然后我们接着看到这个地方 接着呢就是我要创建一个虚拟的环境 然后呢我激活这个虚拟环境 这样的作用呢就是说我以后再安装一个包呢 它是一个独立的环境 比如说未来我不需要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venv这个目录全删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呢就不会影响这个系统包 然后接着呢我要安装相关的依赖 然后这个gongcore呢就是一个静默输出的参数 就是有一些debug信息就不显示了 然后接着呢就是使用这个hoganface 它提供了一个命令行的工具 去下载模型 然后呢我下载这个是curu km这个模型 然后再也不能会花一点时间 因为有个模型下载的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lambcpp这个项目呢 其实它是支持我们相关的这种量化的 对吧你看它这里它是项目已经提供了这种量化方案 我这里呢是为了省事 所以直接用了别人量化好的那些模型 就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项目里去了解它的细节 自己去做量化 然后生成对应的模型文件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精心推理了 就在编译之后呢 它有一个叫做may的一个二进制的文件 然后添加相关的参数 我们就可以实现推理 杠P呢就是我要问的问题 我这里呢就是问了一下 就是拍成语言的作者是谁 然后我们重点看一下它这个输出 但是有一些不重要的信息 我们就不显示了 我们主要看它这些比较有价值 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我们可以随着这个过程一点点去过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模型呢 它有7.24B的参数 然后模型大小呢是4.78GB 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 现在呢它一共有33层 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可以看到 其中呢32层给了这个GPU 剩下一层给CPU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在默认这个参数的情况下 它会尽量的使用GPU 就是使用它这个Metal的框架 来完成相关的这种计算的工作 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层都在GPU里 其实还留了点给CPU 然后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呢 这部分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你想把多少层放到GPU里 或者CPU里 然后它用了一个词叫做 Uploading 就是卸载的意思 就是你希望这个计算的形式 是可以控制的 这个就是Metal这个框架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面去看 然后这里就可以显示 在初始化的时候 它可以找到正确的设备 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些信息 就都展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 然后到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们那个prompt 它的答案呢就是这样 因为是本地模型嘛 它也不再用什么token的花费 所以它的输出是比较长的 当然这种这个回答的这个针对性 以及长度是可以控制的 只不过我们这个问题里 其实没有做对应的控制 然后接着是最后一部分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实际上 去执行的时候 它有一个速度 当然这个速度和使用这个GPU的程度 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大部分的计算 都放到了GPU里 所以是比较快的 但假如说你要都放到CPU 这个速度肯定会慢很多 之后呢也会给大家测试 这个地方的速度的一个区别 以上呢就是基本的用法 我们使用这个LAM CPP的项目 它可以帮助我们自动去利用好GPU跟CPU 然后使用这种量化后的模型 然后本地跑起来呢是非常的快 接着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目录下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二进制的文件 或者Python的代码 其实它们用途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有这个server的二进制 对吧 我加上这么一堆的参数 它可以实现一个web服务 就这样 我们可以跑一下 它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信息 就是跑在8080上 我们可以试一下 对吧 有一个这种web UI的方式 然后顺便也可以提一下它里面的这个量化的方案 其实量化就有个convote拍摄的脚本 然后呢使用它先转化浮点的类型 然后呢再用这个二进制文件去量化就可以了 然后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去挖掘和了解 当然了我们肯定不能使用这种 Mate二进制的文件 在命令行上什么使用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它的Python的包 去写对应的Python的程序 这样就可以集成到我们的项目里 如果你要使用Python的方式呢 首先你需要先下载这个叫 LamaCppPython这样的一个包 当然了同时要加一些Cmake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大家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硬件 因为我这里用的是Mark 所以我又使用这个Metal 假如说你使用的是其他的这种特定的硬件 比如说那个Coda就是英伟达的 或者说BLAS等等 你可以根据他们的那个特点 去加上不同的参数再去编译 然后接着呢我们可以写对应的程序了 这这里呢我用IPython环境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首先呢我先把它import进来 接着呢初始化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文件名字我写错了 但没有关系我们在底下在这里 就是我把那个模型文件作为这个模型的一个路径传进来 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参数这是比较特别的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大部分都要用CPU 其中只有一层使用GPU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共有33层 也就是说呢这个里面的设置下我大部分的计算还是要放到CPU里面 这样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输出会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过程 就只要你初始化他都有这个输出的 我们可以找一下那个对应的输出在这个地方 这是可以看到吧CPU占了一大部分 这个呢就是通过编程我们可以控制这个GPU这个使用的一个频率 然后下面呢是接着使用的一个输出 就是我直接把这个问题作为参数传了进来 然后设置这个程度之后呢就约束了他给你返回回答的时候 句子的程度他就不会说那么多废话 然后把它更精炼的总结成一个更短的一个回答 然后这里可以看一下他的输出 其实他这个格式非常像OpenAI的那个API返回的格式 然后下面呢我这里演示了一下执行这个命令手花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Time是API上自带的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就是他一共花了十多秒的时间 而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个参数的不同 就是我希望把所有层全放到GPU里面 重新初始化然后重新执行 当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又变了 然后我们再去让他运行 同样的东西看他怎么回答 可以看到他的时间非常的快 这个呢就是CPU执行跟GPU执行这个速度上的一个差别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速度是个毫秒级别 原来那都十几秒 然后当然这个值就是你一共有33层对吧 如果你指一个更高的层 它也不会有特别的变化 其实还是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值值大了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通过编程我们是可以决定GPU这个整个计算里面的一个地位的 然后呢这个Passion的酷其实还支持OpenAI其他的用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官方说明 我们刚才演示的呢是最基本的用法 其实对于什么Function Call之类的用法他都是支持的 这个文档呢大家是应该仔细看一下的 这是我们刚才默认的用法 对吧 这个用法然后包括这个用法其实都是有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使用对应的方式 然后另外呢他还提供了一个API的一个服务 对应该就是他 就会他启动一个对应的web服务器 接着呢这个用法其实还和刚才的那个Mate那个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他有个额外这样的一个写法 加一个-m的参数 这种用法他就会跑起来一个服务 接着呢我们就像是请求API的那种形式 去访问他就可以了 相当于这个地方改一下 主要就是这个OpenAI那个base URL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酷都可以直接使用OpenAI的 因为他们的实现本来就是兼容的一个用法 然后接着呢我们说第二种方案 就是这个LAM CPP呢加上LongTrain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LongTrain的官网的文档页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本地当时试验的时候的一个过程 首先呢我先安装这个LongTrain 接着呢还是进入iPad上环境里面 然后把这相关的这些模块都把它导入 接着呢我先创建一个这种模板 然后呢其中这个问题呢就是作为一个参数 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不是我写的 是官网写的 我稍微有点疑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是他这个文档的注释 然后他说的是用这个Metal呢 就是设置1就够了 就不要设成那种30几 或者说特别大的那种值 但这个呢我有点迷惑 但我没有做这种Metal这种框架的开发 其实我不太理解他这个实现 就像我们刚才实验的时候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只乘1和只乘33 对于这个执行效率是有明显的影响的 但他这里说4-1就是足够了 所以我也很奇怪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感觉就是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验去选择 而不一定真的要看他文档这个说明 其次就可以看到这个初始化的过程 其实跟用这个Lama CPP那个Pasher的包装用法差不多 只不过呢额外加了几个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看他这个过程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指的是1嘛 所以大部分还是要用CPU 然后接着呢就是看调用 我们就是通过他的文档 使用LongChun的方式 把这个问题作为参数传进去 所以他也会执行返回结果 这种方式呢 其实和刚才那种使用Pasher包的方式体验基本一样 只不过呢是LongChun对他进行了一个包装而已 然后接着呢我们要介绍第三种方案 然后我们前面用的Lama CPP的方案呢 是要求你开发者或者使用者 要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背景的 对于不了解Pasher或者说LongChun的相关的从业人员来说 你需要经过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要下载模型 量化 设置 环境变量 你要了解怎么构建可真心文件 有非常多的环节 实现了他们之后才能去推理 但是呢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的问题 对吧大家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显然他这种方式呢 门卡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就诞生了这种Lama这种方式 它是一个非常简明易用的一种本地大模型的一个 用型的一个框架 它是被设计成 类似于像这种Docker环境里面那样 去部署大元模型 然后这种方案呢就是你直接安装之后呢 使用命令行或者一个图形界面 或者一个网页等等的方式 你就可以点点点一步一步 这样是对绝大部分用户都是非常友好的 然后呢他还设计了一种 叫做model file的一种文件 我们可以找一下他的文档说明 大概就这样的东西 就是假如说你了解Docker 你知道Docker里面有个Docker file 就是他会把一些配置啊 运行啊等等的东西 孔绑到一个文件里面 model file呢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 他把这种模型的权重啊配置啊数据等等 都孔绑到一个包里面 然后这样用户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去运行一个已知的模型 而且还非常容易去自定义模型 我们可以先感受一下 首先呢就是官网去下载 我这里可以点进去 然后他根据你的系统会提示你下载哪个 因为我之前下载我就不真的去下载了 就你点了按钮之后呢 他会让你下载一个文件 然后那个文件解压说之后呢 你可以移到application目录里边 然后你双击打开之后呢 他会让你先装一个命令行的一个工具之后就结束了 他就在后台一直运行了 然后呢接着我就可以在命令行里面去执行命令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执行的这个地方 就是Olamerun 后面加上对应的模型的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他首先呢就像Docker一样 把那些镜像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下载之后呢 他会进入了一个对话的这种一个模式里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给他提问 他又会回答你 如果你不想让他运行呢 你就退出就结束了 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Olamer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会判别你正在运行的这个硬件的情况 就像Lamme CPP那样 就是他会尽量的使用你的GPU来加速 而且呢 这个Olamer的周边 或者说是生态发展的也非常的好 比如说命令行呀 桌面呀 终端呀 网页等等 这种交互界面都有 同时呢还有很多插件还有扩展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了解这些内容 然后其中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可能是他 他是一个Web UI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他的效果的预览图 其实他长得非常像 OpenA那个XGPT里面那个Web UI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就会感受到非常的友好 就不需要你有技术的背景才能用 然后我们说回来 其实呢 Olamer呢 它是相当于是一个简洁的命令行的一个工具 加上了一个稳定的服务端的一个API这种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就知道 这是我之前测试过的 就是他会在本地的一个11434这样一个端口起一个服务 我们通过API的方式调用它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参数都是我之前写好的用法一样 就是想了解Python语言的创造者是谁 对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这个执行 他会给我们一个对应的回复 所以呢 其实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本地的API的一个服务 就是我们可以基于他这样的方式去做编程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服务 部署到某个地方 然后获得那个对应的地址 接着呢 我们可以请求这个服务 去获得对应的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他可以和我们实际的业务逻辑去剥离开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他这种模型支持的一个搜索页面 就比如说你想找哪个模型 你可以点进去 比如我们这个Mistro 我们可以点进去 它里面有相关的信息 然后怎么用 然后这个API怎么用 它都会有 当然你对模型 还有它的类型有具体要求 你可以点在这个Tags 这个Tab里面 它有更细的这种模型的区分 比如说版本 或者说它对应的类型 对应的这种模型的需要 好